無論選擇接種哪一款的疫苗 市民都應該要仔細閱讀衛生署、衛生防護中心提供的疫苗接種須知 我想在這裡提醒大家留意其中兩點 第一,就是任何人若果有嚴重的過敏史 或者對藥物或者任何疫苗有嚴重過敏反應,請不要預約 應該先諮詢家庭醫生或者免疫及過敏病科的專科醫生 第二,就是若果市民患有慢性的疾病 或者其他疾病而不確定是否適合接種疫苗,也請不要預約 並且徵求家庭醫生或者主診醫生的意見 政府會繼續根據現行的行常監察機制和主動監察 密切監察接種新冠疫苗後可能出現的異常事件 推出疫苗注射計劃之後 都聽到無論是協助幫手注射的團體或者醫生 或者是市民都覺得需要多些資料 那些資料都需要多些臨床的專家給一些意見 那我理解就是衛生署和一些臨床的專家 其實他們一直都有繼續溝通 是會考慮再給多些資料 那些幫手注射的團體或者人員 還有給市民參考 那當這些資料準備就緒的時候 就會和大家共報 一點也好吃 為什麼電話シスタート 員工站不加 ód莊